坎贝尔一个借力打力 不但成功上手 并且左踢右捧之后 完美避开了黑球 把进攻线路留了出来 休息区的火箭也是会心的笑了 对手运气简直逆天 这都可以一步入局叫到黑球 万万没有想到 转车来得那么快 坎贝尔接下来黑球就出现了失误 陆坎一分后把局面交给火箭 奥沙利文一个犀利的低竿 强行从球堆中冲出了一条深路 不过粉球中带角度有点大 有一定的难度 看看中带王子是不是一如既往的给力 本球稳稳切近 正是在把小壳堆进一步推散 火箭的中带同不会让球迷失望 此刻黑球在底库 另外三个红球也在库边 火箭曾有过15颗红球 15颗粉球的惊人壮举 那么这一局我们来看看 奥沙利文能不能顺利完成单杆制胜 以及带给球迷轻力的进攻表演呢 15颗 中带给球迷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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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你只要知道后, 这次完整的资格 在生活中的病人 或什么在背后 你必须要的尊敬 Ali Carter 他把他的业组织的业织织了 和他在一起的病毒 在病毒上的病毒 28 奥沙利文的进攻真的很流畅 幸运流水 假设中间的几个红球 全部围绕本球进攻的话 那么打完见几颗 刚好就可以超分 把库边的几个难点 留到最后再来解决 41 41 42 48 几个几个红球 几个红球的红球 49 我猜猜猜猜猜 我们可能会把红球移动 但这会有点危险 不需要 可以玩 可以玩 因为这是标准 我抱歉 他需要颜色 几个红球 本球留了一个小角度 看来火箭打算先超分 最后再找机会留角度 来看两个边裤的红球 这是最后一场比较几个红球 这是最后一场比较的红球 这是最后一场比较的红球 另外一黑一红还在处编 看看火箭能不能完全清台 最后一颗贴库红球精准收下 火箭流畅的进攻准备要起飞了 此时裁判已经有些跟不上节奏 很多球迷经常会讨论 如果裁判速度快一点 奥西亚利文是不是可以打破德拉高的最快过百记录 重新创造历史 我终于提出红球年红球的红球 是月子亚利文是快的 一种红球的红球 那些红球年红球最后一质的红球 这红球的红球年红球的红球 很好的 这红球节目面就能够到这 一起看台球赛举数多 各位小伙伴记得点赞关注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